我們在這邊呢跟各位介紹 因為其實老師有時候會有需要把螢幕上的畫面抓下來 不管是您的操作畫面或者是網站的資料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把它抓下來給同學去看 或者你要做教材資料 用鍵盤上的print screen是一種方式 不過呢它真的是全螢幕一直複製 所以很多時候您貼到或者是簡報裡面還在做裁切 那我們來試看看在給老師的資料裡面呢 有一個影像處理的 有沒有一個叫pickpick 這個不用安裝 您執行了之後呢 您看到右下角這邊多了一個調色盤 多了一個調色盤 它本身就是都是中文的 我們看看如果您要把現在這個畫面抓下來 點到它左鍵右鍵都可以 螢幕截取 有沒有 我們最常用的其實是矩形區域 因為就是要以部分而已嘛 點下去之後 好 現在起點開始拖曳 看你要抓到哪裡 放開 這樣就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裡面這個工具 有沒有一點像小畫家的那種感覺 比較像Windows7的那種小畫家的感覺 那你可以在這裡呢 打字啊 做做調整啊 甚至加上這個重點 好 這個顏色不對 換一下 有沒有 粗細 有沒有跟握的裡面很像 很像對不對 但是呢 你今天呢 在這裡還可以加上這個線條喔 你看喔 在握的裡面 這種線條它就不好做了 對不對 你也可以打字 像這樣打字 是都OK的 好那抓完了一個 我們再來看看喔 我還想要再把這個抓下來 這裡 舉行視窗 好 我就把這個抓下來 好 重點來了 Windows的剪貼戶 最大麻煩是什麼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次 怎麼搞都搞不好 它只對Office比較好 對不對 有多重點 可是你看這裡 有沒有剛剛的還在 所以我可以隨時回來再找之前的 尤其老師在做教材 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常常要剪點貼貼 那你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這些工具 是相對的 你要回去再找之前的 然後再找到相同畫面 再拍一次 就比較麻煩喔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儲存下來 有沒有 直接把它儲存下來 也可以 那麼現在這裡面呢 還可以做一些小的一些特效啊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選取的 好 這裡 你可以做一些 馬賽克 就是 影像處理一些功能 你可以針對選舉去做 也可以針對整張去做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用就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比較容易一些 這個是 給老師參考一下 那 當然這個軟體本身 不只只有這個功能 你 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上下來 我老師在那邊 螢幕上畫來畫去的 雖然 雖然 不是用這個軟體 但是它有這個功能 因為它有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白板筆 所以 您只要 進到這個白板筆的模式 不見了 好 請來 OK 點到它 白板 點到它 白板筆的模式 對不對 好 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去做 那 甚至 講完了就可以把它拍起來 它就拍好了 就是你做的東西就OK了 好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 給各位參考 事實上 有些時候我會用另外一個功能是什麼 是那個 叫做 屎龜 為什麼會用到它 做網頁的時候需要 還有早上我們在看有沒有 網頁上圖片大概多大 我就實際量給你看 好 這樣會直接告訴它800 500 是不是更有概念一點 好 這個是我們這個小軟體 蠻不錯的地方 給大家做個參考 來